今天我们要来看的课程内容是变异书分析 上礼拜稍微提过变异书分析是什么 上礼拜我们在看的时候是检定这个事情 已经看了两张的检定 第一张是在检定μ 平均值μ 这个是等于某个字 接下来就要检定说 两组样本的时候 μ1是不是能入录 或者是检定变异书 sigma 平方 或者是标准差 或者中位数 之类的这些东西 变异书分析这个主题 其实在检定很多组的样本 很多组的样本 之间 比如说它的平均值 是不是一致 有没有强烈的证据显示它不一致 如果有的话 那分析就能分析出来 它会分析出它不一致的在哪里 所以我们从这个变异书分析的主题 我们来稍微看一下 先维顾一下 两组样本平均值检定的时候 我们是要检定μ1等于μ2 是否为真 那这种方法成为核定理检定 那理检定的方法就是用t.test 第一组样本s 第二组样本y 你检定它两个 就是假设它两个的变异数是一样的话 拿下去做检定 那它就会告诉你说 OK 信赖区间在哪里 那两组的平均值各是什么 那 这个p-value p-value值是多少 那如果说你的平均值落在 落在信赖区间里面 就是说这两个差异的值落在信赖区间里面 那大致上就可以接受 如果落在外面就不接受 那p-value如果很小 很小就可以否定 那如果不是很小 那就没办法否定 大概 检定所做的事情是像这样 就是m1等于m2 但是呢 我们今天要看的是 很多组 很多组的话 我们想检定的假设 检定的假设 检定的假设是 H0 或者是m1等于m2 等于一直等于mk 那这种假设 如果我们今天要做 像上面那样做 成对的检定的话 那和并定检定一对一对做 那就会 假设有10个的话 那我们要做45次 10个就要做45次检定 那你会做到 做到手段掉 对 而且最后也看不出来 到底检定出来的结果 是哪一个合理 哪一个不合理 因为太多了 所以呢 我们必须要 有一种方法先解定 到底它的不合理 然后有一种自动的方法 可以自动找出哪一组不合理 OK 那这种方式 就是就称为AOV Analysis of Variants 或叫ANOVA ANOVA 好 那ANOVA的做法 暂时我们先跳过原理 我们直接看它的做法 那做法呢 其实就是互叫AOV这个函数 但是它的呼叫方法 因为它有很多组 所以跟我们原本 直接把它产生SY的方式不一样 那很多组你要产生 要么 你至少得放在一个正列里面 但是在R软体里面呢 它不是用正列来表达这种东西 它是用一种叫做框架的东西来表达 框架就是frame 那frame这种东西呢 它为每一个数字都标上一个记号 就称为frame 为每一个数字标上一个记号 那以这个例子 我们看我们在做什么 我们在做 S等于R软四十五一 也就是说 我们用平均值五 标准X1的常态分布来产生四十个样本 OK 产生了四十个样本 那这就是那个四十个样本 列出来 列出来之后呢 我们把它分成四群 把它分成四群 每群十个 每群十个 那标上1到4 标上1到4 所以现在每群有十个 所以你在 在A的时候呢 把它显示出来 OK 会变成这个样子 就是第一群呢 1 那接下来我们把这个S跟A绑定 绑在一起 因为这一群都是1234 这一群都是样本 我们就把它绑在一起 所以这个5.58 就会对应到1 4.05 会对应到1 OK 4.43 对应到1 那一直这样对应 到了最后的这个4.84 会对应到4 4.64 会对应到4 就这样分成四群 也就是为S和A绑起来 变成一个框架 变成一个框架 那叫SA OK 因为SA要A绑起来 所以我们就叫SA 那我们就去分析 分析SA 对SA这一个框架做分析 那分析什么呢 我们想分析说 S和A之间的变异数分析 AOV的关系 那我们分析出来 我们放在AOV.SA 这个变异数里面 那最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AOV.SA 印出来 印出来的时候 你会看到 它会给你几个数值 几个数值 那这些数值呢 就是它的检定报告 那你最后看这个PR值 PR值呢 它是0.115 0.115的话 它其实没有很小 虽然有点小 但是没有它很小 没有它很小 没有它很小的话 就是说0.01 那我们就可以否定它 但是因为不够小 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否定它 那这些呢 就是相对的这些统计数据等词 OK 那像HIFVALUE之类的 因为这个变异数分析是用HIF 检定在做 好 OK 那接下来呢 那接下来呢 这一个 这一个图 这一个 这里有错误的语法 所以待会 待会我们修正一下 这一个语法 我把影像插进去 结果 不是 它把 数学式解图成 LAKES 这种影像 这里我们 待会再修正一下 好 那Plut SA 然后 和A之间的 关系 那最后 它会画出来 这个的意思 Plut SA 然后 前字号S 跟 SA 前字号A 的关系 这两个关系 画出来 画出来的结果 会是这样 那 这一个是 合状图 从这个合状图 你可以看到 其实大家 差不了太多 差不了太多 所以 无法否认 说 它有相本的可能性 大家差不了太多 好 但是呢 如果我们今天 把 产生样本的时候 我们多产生一组 那一组的 平均值和标准 才用不一样的方式 去产生 也就是 平均值不一样 那 我们 再去做一次检定 照理讲 应该就要检定出来 如果你差异 有点大 所以呢 我们就再補一组 補一组 就是这个 我们把 把刚刚的S 跟另外一个 平均值是4 标准差是1 的十个样本 再接起来 平均值是4 标准差是1 的十个样本 接起来 OK 那这样就会变成 本来四组 平均值是5 标准差是1的 前面有四组 平均值5的 后面加一组 平均值4的 那 这样我们 是不是应该 可以检定出来说 后面那组 应该不太一样 对不对 平均值一个5 一个4 能不能 四个5 一个4 四个5 一个4 所以应该不太一样 我们把这个Y 就列出来 会发现它总共有50组 50组 而且从41到50的 这十组 明显的变低 你可以看到 这里都是 5的比较多 4和5的比较多 这里却很多 3啊 2啊 看到 3、2 4的也不多 所以这后面十组 这个东西 它的 它的平均 它的母体 其实是 4 μ是4 所以 这里 其实有明显的差异 那我们就是故意要造成这个明显的差异 以便 让Aov 太能不能 解定出来 所以呢 我们把它 把它 产生这个Y 之后 再产生另外一个B 这个就是那个标记 标记 那 一样 它在A后面 再补 一组五个 一组五个 标记 总共有十个 所以就会补上这四个 接下来我们一样把Y和B呢 之间做成框架 然后去做Aov分析 分析Y和B之间的关系 资料就是YP 分析结果放在Aov.YP里面 再去做出报表 这时候做出的报表 你可以看到它的PR值 PR值就是显著性 显著性很低 在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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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算够低了 够低的时候呢 我们就 大致上就可以否决掉 说 这些是来自同一个 平均值的 的目的 所以 大概就否决掉 那 当我们去画图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和状图画不太出来 因为这很明显低 会变成三状图 所以 大概 大概就这样 OK 那 这是最后我们做的实验 那 我们就来做一次这个实验 但是 待会 请你做完实验之后 你的法软体不要急的关掉 为什么 因为 我们虽然知道说 诶 这个最后一次的实验呢 它 有人 明显低 有人 不一样 但是谁不一样 AOV 是没有办法分析出来的 AOV 没有办法分析出来 我们还要再借出另外一个 叫做 两两之间的均值比较 AO-wise test 就是 成对的 两两的 检定 AOV 的T检定 去做 那这个就是把 两组 两组之间 通通都做一次T检定 那以这个例子而言呢 它检定出来没有差异 所以这边都EE 你 然后如果 如果 我们用 用 Y和B做检定的话 你会发现 这前面级组织1 但是最后第五组呢 就不是 是 它这种有使用 调整方法 叫Holam Holam 调整方法 会比较接近 如果你不调整 不调整 S和A之间 会是这样 0.94 0.90 11.0 0.90 0.96 0.96 这样其实 在不调整的情况之下 就算很高 那 如果今天 去找Y和B 你会发现 这边都0.9 但是 这边只有0.0 几 就代表说 这第五组 是很明显不一样 第五组的内容 很明显不一样 所以做完了刚刚的AOV之后 请你再做LY test 去检定 看看 两个事件 是不是有明显差异 那做两次 一次是S和A的 一次是Y和B的 OK 做两次 那记得刚刚的这个 最后这个指令有误 有误的时候 请你参考下面的这张图 的这个指令 最后一个指令 记得刚刚用一下这个指令 好 那我们就来做一次 好 我们做一次 先做两组样本的检定 试试看 那恢复一下记忆 我们检定到底在做什么 S是这个 S 当然每次产生的S 不太一样 你看这边6.24 因为是乱数 好 那第二次呢 第二组 然后Y OK 产生的不太一样 然后呢 我们就开始做检定了 好 这时候检定报告出来 P值点0.7708 算蛮大的 所以你没有办法否定它 那这个两个箱 相减和10 两个箱和10 相减和10 4.95-5.06 应该是在-0.7708 所以大概在这个边缘 所以是没有办法否定 好 那 那 这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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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组的情况 两组的情况 那 如果我们 另外再做一组 平均值跟它明显不一样的 就是4 平均值是4 这是平均值5等 那两个再做一次检定 s和z去检定一下 你看看 你就会发现它的p value显然低多了 变成0.01 百分之一 百分之一 大概 你应该就可以接受了 虽然台标很低很低 但是可以接受 也就是说 否决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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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两组 是不一样 好 那这是 回顾一下 以检定 做两组的情况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 五组 四组 先做四组的情况 四组的情况 四组的情况 OK s 总共有40个 40个 接下来 让 a等于这一个 那把a列出来 OK s是1234 总共也是40个 把这两个给合并 把这两个给合并 合并之后呢 你可以看一下 sa 就是这样 有 这边是s 这边是a 那 a到了d 11个 就变2 到了d 21个 就变3 31 就变4 OK 这样 那接下来 我们就可以做 变异数分析 所以我们用 sa已经合并 接下来我们分 用aov函数来做分析 好 分析 然后呢 打summary 这样它会 对这一个分析做出摘样 做出摘样 你可以看到 刚刚我们这边 其实好像对不太齐 那因为 这个字型选择的拍板 不是那种对得起的字型 可以要再修一下 那 你看到这里 其实是对齐 对齐 就比较容易看 那到底 哪些数值 是什么意思呢 好 那重点是 最后这个 最后的这个 显著性 显著性如果是很小 那我们就会认为说 有某些组明显不一样 多小呢 可能至少0.05以下 我们就认为 看某些组有明显不一样 当然要比多少 你可以自行决定 就是说 你觉得0.1就够小 也可以 那如果你觉得0.01才算够小 也可以 那0.01才算够小 就是非常严格的 那0.1才够小 就是觉得说 我宁可不相信 我宁可怀疑 0.01 就算够小的话 是我宁可接种 就是 就是大部分的情况 只要不是很差 我就接种 那0.01呢 就是我宁可怀疑 好 那最后呢 我们就用 这一个 此令来画出图 但是这个此令 要用这个 这一个 A 2 更 2 2 0.0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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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它的相關圖 這個是我們這一次檢定的圖 這是做AOV 編輸分器 發出來的合照圖 AOV 的結果告訴我們 沒辦法否認 接下來再做一次 用平均值為4的情況 把它補上10個 這時候打Y 總共有50個 然後再用 把它B A補成B 總共補10個5 這時候你打B 看到最後都補10個5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用YB OK 這樣子 來把它綁定成一個框架 綁定成框架之後 框架變數之後 然後呢 再把它做便宜處分析 分析完之後 用Summary來做一個報告 OK 那這時候它是顯示 0.0778 其實0.0778 我覺得不太能否認 但是 有時候就是會這樣 但是 也比剛剛的小一點 比剛剛的小 因為剛剛的 剛剛的多少 S A的分 分析結果 這邊是0.386 它現在是0.0778 所以比剛剛的小 但是 還沒有低於5% 所以其實 你也可以說 它沒有 但是 你可以再做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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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說 我們呢 再重新傳生一次外 再做一次 看看它會不會 不一樣 0.097 也還是沒有辦法 完全的分析 百分之9 如果我們把它弄得更小 應該就可以 很大的機率 可以 可以 認出差異 譬如說 我Y讓它的平均值變3 然後 標準的差 還是1 然後呢 調定一下 YP YP 再做一次 AOV 再做一次 Summer 這時候就非常小 因為我們平均值 我們還降到3 可是那個 原本的5差到2 所以它的PR值呢 潛出性就變得非常非常低 0.0003 OK 那 4的話呢 有時候還測不出來很 很低的尺寸 到3就非常低 如果你改成7 當然應該也是會 會低 如果你改成10 那就會幾低 我們試一下一個 一個Runch的值 平均值一個5 一個10 應該就會非常低 如果 如果 平均值這個是 後面補上那一組是 平均值是10 那你會發現 它的 PR值潛出性 變成3.16 乘以10的負7次大 那這就超級低了 所以 可以 分析的出來 分析不出來 是直接看證據的 不能勉強 好 那最後就是 我們來做兩兩之間的平均值 比較 用 pairwise.t.test 然後去做 然後去做 好 那分析S和A 基本上 第一組稍低一點 第二組 那 1和3之間是1.0 1和4也是1.0 所以 1、3、1、4都沒有什麼差別的 但是1和2之間是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圖 看一下剛剛的那一張圖 我們再畫一次 再畫一次 是不是它很明顯的不一樣 你可以明顯看到這個第一組的子胎 真的比較低一點 真的比其他組低一點 所以 它1和2之間差別又比較大 所以它認為1和2有一點明顯的不一樣 這是確定 所以 當你做兩兩之間的比較的時候 它就顯示 我們的結果顯示 1和2真的有點不太一樣 那如果接下來我們用 用Y和B 也就是多加了一組第五組的情況去測試 而且我們這個第五組是平均值10的 所以 應該會非常明顯不一樣 你看 這邊是6.11乘以10 6.11乘以10的-14次胎 基本上是完全沒有可能 沒有可能是來自同樣來源 那 這個數字 基本上比中了之後的機會還小 所以 就非常低 那 如果你不要做調整 用P.adjust.mesl 把它設成不要做調整 那我們看一下 好 這時候你會看到 OK 不要做調整 前面 雖然沒有 沒有很高 但是也沒有很低 但是第五組呢 確定就非常低 所以這裡 這裡幾乎可以確定 那 如果你檢定 A和 就是 S和A 應該就沒有辦法 有那麼明顯的特徵 OK 檢定S和A 大概是不是這樣 檢定 檢定Y和B 比如多六組 我們就很明顯的 這一組不一樣 OK 好 所以這個是 變異數分析 的實作方式 但是 理論是什麼呢 我們就 下禮拜再來 連前面的理論一起補充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你會不會用 R來做變異數分析 那這種東西都 在分析什麼呢 通常 如果你今天 有幾個不同地區 之間的銷售 那你想知道說 大家的銷售 平均只統計出來 這樣是不是有明顯的差異 或者是幾種農藥都 放在同一種草上面 然後我們去看看 它的除草效果 有沒有明顯差異 之類的 或幾種飼料都在養豬上面 那哪一種豬特別肥 那是不是有明顯的差異 代表這種飼料 真的特別強大 那你就可以用 這種AOV的方式 來做統計檢定 好 各位試試看 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先休息一下 也有請 一個小時 有蛇 谢谢大家